由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越美乡村有我同行》活动 11月19日在广州启动后 来自广州多所高校的40名中外青年 吩咐佛山、赵庆、惠州、清源、韶关武士 开展脱贫成果调研和乡村振兴特色项目参访 11月22日,为期4天的活动来到了尾声 在总结分享会上 中外青年代表畅谈此次活动的见闻与感受 点赞之余,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来自布希纳法所的那孙 回忆起赵庆旅途的点滴时,仍非常兴奋 他告诉记者,自己完全没有想到 在一个偏远的乡村能看到数字化鱼业养殖这样专业的技术 首先那里的景色非常好看 就是我真的是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景色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尝了他们的香蕉 我感觉那个香蕉是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加上就是我们出来看了那个就是刚新鱼业 那里呢,他们是用一个非常非常环保的一些方法 农业数据化来养那些鱼,就是没什么污染的 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那孙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乡村 看到的场景与他在海外视频播放平台上的截然不同 去那些农村之前呢,我们会在网上 就像我们那些YouTuber啊,我们会看到中国那些农村 会看到就是很破破,会给我们就是印象是不好的印象 然后呢,我这次去了那些农村里看到了是完全不一样 那些农村的生活比一些城市的生活好很多 为什么呢?他们生活就是很丰富,很舒服 就为什么污染,空气很清澀 而他们有一些就是很新的技术 所以我感觉是中国的农村真的是发展,也在发展 发展也是特别特别快 内森表示,他被中国先进的基础建设力量吸引 所以选择来到中国读书 现在不仅想把土木建设的本领带回去 还想把振兴乡村的经验带回去 我的国家是在发展 然后呢,就是有一句话是说 如果想发展需要先收入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来中国学这个专业呢 我回到家,真的是我的家需要我 就是这种人才来帮助我家发展 我会就是在养这个,就是养鱼 就是在中国学他的这个方法 在我家就是用这个方法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喝英德红茶,吃灵坛辅足 来自俄罗斯的克谢尼亚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来到了清远、韶关的农村 在他印象里,农民住在破旧的房子中 小朋友想上学,就要走很远的山路 他告诉记者 他在俄罗斯时就了解到中国在脱贫工作上取得很大成就 所以想来亲眼看看 看到就中国的在脱贫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文章 我们国家经常会提到就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棒 然后我就想亲眼看到的,亲眼体验到的 然后看到的东西其实比我想象的还好 从来没有怀疑真的是脱贫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都没想到会做得那么好 在和当地村民交谈的过程中 他了解到有很多的村民 以及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愿意回到乡村参与建设 这让他很震撼 昨天我们跟农民交流的时候 听他们其实有很多大学毕业 还想回来林涵村的小伙子们 就对自己的,为自己的家乡自豪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看到中国在脱贫方面的成就 让我更加相信美好的未来 在等待我们全球的人民 因为其他国家也可以向中国学习 怎么去帮助自己的农民 数天时间一同参观游览交流学习 中外青年在乡村的走访中增进了解 收获友谊,共同成长 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在座中外青年朋友 以此次广东乡村型活动为契机 加强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 做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的拥护者 推动者和实践者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努力和贡献